如果由香港出發,我又想去北京和上海,現在又有多個選擇 這個夜鋪,我叫夜鐵,晚上直發早智,睡一晚就去到上海和北京 剛剛週末,林世雄局長帶同很多立法會議員、業界一起坐了第一班的我鋪 知道這位嘉賓也坐了第一班的我鋪 李知敬的立法會議員和他聊天,他的感覺如何 早安李知敬 早安 知道他現在還在北京那邊 你還在北京,睡了一晚 你們的手法,搭夜鐵,睡一晚的體驗是怎樣 有沒有幕後花絮告訴他,你們是否藍議員睡在一間房間 我們兩個人一間房間,我和田夏蘭議員一間房間 其實這次去之前,本來我自己內心都不是抱有很大的期望 因為我自己,我們都可能叫公務比較多一些 本來就看不到自己有什麼機會 除了這次去試行之外 平時會自己坐12個小時 由香港到北京,可能飛機方面一些 但回答完之後,我又覺得有幾個體會 其實大家可以考慮 有幾個點,第一個點是 其實相比起,首都國際機場和大興機場 其實高鐵站的位置,即是去到北京 是近市區多很多的 我們那天下車後,10分鐘便去到天安門 這樣真的很厲害 是的 如果香港高鐵站,亦比機場近很多 以一般人來說,如果近市區的話 而且,你坐高鐵,你可能是早一個小時 或者早45分鐘,去到高鐵站 你都可以的 但你機場最少都預備兩個小時或以上的時間 所以來回,其實節省的時間 在另外的周邊時間,其實節省很多 第二,就是有個感覺 當你早上醒,因為他大概是6點50分左右 就下車的 即是你可能大概6點鐘便起床 過早上 你可能晚上11點睡的話 因為我都問了很多當日有乘搭的人 他們睡得如何 有些人是睡得好的 有些人是睡得一般的 我也是睡得好的 是 飾現力高 我起床,一出門口 即是一下車的感覺 就是refresh的 即是已經可以 很精神,可以做事 但相比起上來 有些乘搭飛機 即是就算你坐甚麼椅子也好 因為可能是氣壓 或泥空間等 就是種種原因 你下飛機總是有點累的感覺 但是呢 坐高鐵真的沒有 而且你在整個過程裡面 因為你是完全可以上網 所以你可以帶你的電腦去工作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 你睡了一覺 起床的話 都不差 我想問一下 鐵絲配套上怎樣 是怎樣呢 是不錯的 即是衛生程度 他就沒有得洗澡 基本上可以去洗手間 他就是一間房間 就是四張床 就是兩張兩張 這樣塌上去 這樣 那個位都夠闊 那我們同行呢 就有立法會議員 何俊賢 嘩 是高佬來的 那張床怎樣 他身不直睡 應該是吧 對 他是完全身得直的 哦 身得直嗎 他也身得直嗎 對 很長喔 嗯 即是說呢 其實 那個泥空間是絕對舊的 嗯 嗯 所以就 那個感覺都是 即是非常好 局長就說 起床就可以探杯咖啡 在高鐵上 那你覺得那些餐飲又怎樣 即是整個旅程 嗯 餐飲算是ok 但是 他也是一個 即是叫翻熱的一個狀態 即是他不會說 我在車上炒碟小菜給你 嗯 所以那些東西是ok的 但是即是如果你是想 之前吃定的 又可以 我也知道你可以透過高鐵的app 是可以在站月站 即是他有一些短暫停頓的站 他可以送一些你網上買的東西 嘩 這麼細心 其實也是比較方便 經過蘭州 是不是可以點訂蘭州拉麵的 是嗎 是 即是經過不同的站點 可以點訂美食 那就是除了 即是鵝�舖 還有有餐卡 還有什麼特別的設施發言 即是洗臉 配套那些做得足不足呢 乾不乾淨 都ok的 即是正常 你要洗手間 那就是有洗手間的東西 那有一個列車 是給餐飲的 你也可以點一些輕便的東西 那一個特別的之處就是 它是長開的 即是說凌晨你睡不著 那你吃點東西 那都是沒問題 所以都適合 譬如 可能一家大小 那你包一間房間那四個人 那我覺得是ok的 那我們有一些feedback 就是說 在開動時間 因為現在呢 就是六點多 去到 即是六點多 在香港走 那六點多 去到北京 那其實呢 我們覺得有些早 有些早 因為譬如你 收完工 那你未必六點多 已經可以降到去 不是五點多 已經可以降到去 高起閘 那如果可以退遲一個小時 那我們相信那個時間 會更加 即配套時間 會更加好一點 是 即是去到北京 早一個小時 七點多 都不是很 七點多 好似你自己這樣說 因為到地就是 北京的市中心 如果機場的天安門 整個小時 塞車 都不很遠 是 亦都方便 商務的朋友 但是 你估計旅遊的市民 會不會方便呢 夜鐵 是不是可以 退休人士 我想他要試一試 因為我 譬如好像我這樣說 剛才 我未回答過之前 如果我不是公務的原因 去考察這件事 我未必會去考慮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試過一次之後 其實覺得OK 還有另外一件事 都可能需要調整 就是那個票價的問題 現在他目前的票價是接近1000元 是嗎 是 那1000元呢 你如果比起飛機 現在飛機 由北京 不是 由香港到北京 或者 vice versa 大概是800元左右 就是現在 這個季節 是 我不知道高鐵他之後 會不會調整 但是如果他貴過飛機 可能會令到不少人卻步 特別是考慮到 如果你一加四口去 你說單程已經是4000元左右 所以 當然理論上 是省了一萬就 是 但是大家要計算 有些說 設施上面 疏洗的設施 可能也會增加一些 你自己看 整體設施上面 那個配套 又是否足夠呢 如果他講疏洗的話 可能他不如理疏洗 當然你要疏洗的話 他要的位置 或者配套就要多些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是6點多 去到每天的6點多 其實可能 你不是很 即你這麼早起床 如果還有疏洗的話 我不知道怎樣排隊 可能會造成更大的混亂 反而如果你是 不在那個你車上面疏洗的 你出台時 你應該去有酒店 是吧 會不會可以做check-in 或者是去另外一些 可以公利疏洗的地方 去疏洗呢 我覺得 這些都是考慮的 嗯 這些行程 即是 去乏通宵機 去歐洲的朋友 習慣的 一落機 就約定 做個spa 這樣 這樣 就是很疏爽的 全市場上面 有些功力 是 到時大家就會 看小紅書 上網 或者李子憑 你拍一條KOL片 教大家 再實戰一下 是吧 但是 今次這個行程 你覺得 平分的一分呢 即覺得 舒適度 各方面 平均來說 我覺得 我都會給80分 80分 都幾高的 那同行 林世雄局長 就帶隊 這樣 有沒有抓住他 去搖一下政策 也都知道 上去上面 都有跟有關的單位 其實都有見過面 接下來 看回這一類的 大家的交往 其實會不會頻繁 又或者那個計劃 部署又會是怎樣 因為現在 所涉及的高鐵 或者動車 除了是香港的運輸部門 即是運輸的運輸局 的決定之外 我們也是 跟國家的鐵路局 這樣 是要相討的 這樣 今次 我們也有機會見到他們 這樣 這樣 他們也是去迎接我們 所以 我們都把一男子的建議 跟局長 因為我們都抓住他很久 你想一下 我們都很少機會 困在大家的桌子 離開十幾個小時 所以 我們都把 除了有關於高鐵 動車 的系列 建議 以及 我正在跟進 八石角港鐵站 還有 我們都提到 就說 有一點就是 高鐵站裡面 為何過了關之後 即入了關 為何沒有線值 原來 他們都安排 進行中 所以 有很多 一些具體的政策 我們都有討論 所有事情 再好都有改善的空間 今天 我們跟李之敬 先聊到這裡 謝謝你 謝謝